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王重阳死后的十年间 因为之前王重阳猜到自己死后 欧阳峰会来强强九云真金 于是去大理国找了南帝徐丽阴阳指来克制蛤蟆宫 并且诈此引诱欧阳峰上宫 吸毒被王重阳阴阳指破了蛤蟆宫之后 重伤而逃 十几年未曾屡赌中原 黄雅师在诱骗周伯通九云真金时说过 在十年之内 欧阳峰的武功比起其他三绝是要殉一筹的 当然 这段时间欧阳峰也没闲着 带着欧阳克前往大理 设计将一灯的徒弟五三通打伤 一灯为了救五三通损耗了内力 好在一灯之前和王重阳学过先天功 得还是远多于师 华山论剑八年后 冯恒为了黄雅师 莫写被陈宣峰和梅朝峰偷走的九云真金 耗尽心血 在淡下黄荣后就去世了 因丧气之痛 黄雅师颓废了一段时间 而最大赢家是红气功 按连载版的说法 是补全了降龙十八掌 按三连版则是把降龙十八掌练拳 因此这段时间 四绝的排名应该是 红气功 高于黄雅师 高于伊登 高于欧阳峰 时间来到射雕书中 经过多年苦练 欧阳峰终于再次练成蛤蟆功 并领悟了新武功林蛇拳 这使得他重新赶上了黄雅师和红气功 桃花岛求亲剧情中 欧阳峰和红气功一战不分伯仲 黄雅师看了两人交手之后 表示二人练成了可敬可畏的武功 原文描述道 这时交手较量 才知两人武功聚以大敬 但相互对比 尽人与当年无异 各有所长 各有所记 谁也克制不了谁 而黄雅师想的却是 我在桃花岛勤修苦练 直到王重阳一死 我武功已是天下第一 哪身老叫花 老毒各走别进 又都练就了这般可敬可畏的功夫 后来因周伯通捣乱 郭靖被赶出套花岛 坐上了黄雅师准备自杀用的船 结果坠海 欧阳峰救起他们 在要求郭靖默写出九阴真金得手后 欲烧死郭靖跟红气功 结果一番恶斗 欧阳峰被火盖住 红气功出手相救 无奈欧阳峰是毒蛇咬伤红气功 并用蛤蟆功攻击红气功后背 导致红气功武功禁费 而伊登虽然出手最少 但对郭靖的表现却要胜过黄雅师和欧阳峰 黄荣被求签刃打伤后 郭靖在因姑的指点下带黄荣去找伊登智商 伊登出了三次手 首先是第一次试探郭靖功力 这里伊登用了五成力 本一看郭靖是否受得住 郭靖的表现也确实出乎伊登意料的好 竟然顺着伊登的力道来势 将伊登的尽力缓缓化解 然而郭靖让伊登吃惊不假 伊登的这股尽力却更让郭靖吃惊 郭靖心想 伊登大神的功力竟然持续了这么久 我指导已经划除 哪知他记力打力 来劲虽解 隔了片刻之后 我自己的反力却将我这么向前推出 若是当真动手 我这条小命还在吗 这里郭靖说得很清楚 当真动手 自己这条命都没了 这还仅仅只是伊登的五成力而已 要知道 此时郭靖武功已经相当不弱 修炼九阴真金的一金断骨片已经颇有成就 跟球千刃正面硬碰硬的队长也不过输一筹 自信对上球千刃可以在五十招内打成平手 并且此前郭靖跟欧阳峰几次交手 欧阳峰固然远在郭靖之上 但要说秒杀郭靖却已经做不到 还有一次是面对郭靖的突袭 一次再一次展现了足以秒杀郭靖的实力 伊登大师见郭靖抓到 右掌翻过 快似闪电 早已拿住他左手手腕 郭靖吃了一惊 心想刺激伊登全身已在自己掌力笼罩之下 竟能迫使反击 而且一击郑重要害 这功夫却是高深至极 只是伊登首长与他手腕寸冠持辅处 力显真力虚弱 这一拿虚晃不稳 此处是郭靖突袭伊登 而且是看准了伊登内力近乎全尸 显以掌力笼罩了伊登的全身 结果却是伊登以近乎内力全尸的状态 突破郭靖掌力 迫使反击 并且一击拿出了郭靖要害 如果说再次见面时 郭靖被伊登捂成力 秒杀还可以说是偶然 但第二次 伊登面对郭靖突袭 仍然能瞬间拿出郭靖卖门 就足以说明伊登的武功之高 可以说伊登当身的武功 就是稳定秒杀中期郭靖的水准 这样的水准 不要说同期的欧阳峰 黄药师 就是九银周伯通也未必能够 因此 这个阶段四绝的排名应该是 伊登大于黄药师 等于欧阳峰大于红七公 这个时期最强的欧阳峰 没有什么疑问 金庸钦定 25年后 王重阳逝世 黄药师等第二次华山论剑 除东邪 西独 南地北盖四任外 又有周伯通 求千任 郭靖三任参与 各人修为精湛 各有所长 但真要说到天下第一四字 始所难言 但以武功而论 似乎到已发了疯的欧阳峰最强 最弱的感觉是黄药师 对上念念九银真剑的欧阳峰 仅仅数十招 便败下阵来 甚至 在去打已经消耗几轮的欧阳峰 都没有信心获胜 之前武功近施的红七公 通过九银真经里面 介绍的疗伤心法 在二轮的时候 得到比较彻底的治愈 甚至还增强了 表现要比黄药师好不少 虽然是第三个出战 但对上欧阳峰 已经是有攻有守 三招中还能还一招 却也是十重不离其八 心中有了个大概 对战之时 虽然处于下风 却也是有攻有守 三招中能还得一手 最后 红七公与欧阳峰的交战结果是 红七公已是一个 金斗倒翻出去 欧阳峰亮亮腔腔的倒退几步 这还是在 黄药师旁观者亲的指点之下 可以说 欧阳峰小胜一筹 至于伊登 虽然因为救黄荣 耽误了三个月的修行 但得到了九英总纲 不说进步吧 应该也能补全 三个月的消耗 这个阶段四绝的排名 应该是 欧阳峰大于伊登 大于红七公 大于等于黄药师 这个阶段 欧阳峰和红七公 要比伊登和黄药师强 欧阳峰虽然在第二次 华山论剑中 被黄荣史记逼疯 但由于逆练九英真经 内力大有禁忌 在二论的十年后 欧阳峰和郭靖夫妇 再次交手 通过这次比拼 郭靖夫妇一致认为 欧阳峰的武功 由胜往昔 原文描述道 近年来 他逆练九英真经 内力大有禁忌 是丰丰颠颠 许多旧事 却已逐渐记起 指自己到底是谁 却始终想不起来 夫妻俩说起 欧阳峰十余年不见 不但未见衰迈 武功由胜往昔 这一掌 倘若打中了 郭靖胸口要害 那便非十天半月之内 所能遇可了 红七公由于先后 得到了一金金断骨片 和九英总纲 经过修炼 武功也是大有进步 欧阳峰和红七公 最后一次在华山对决 二论时 不敌欧阳峰的红七公 此次再次和欧阳峰 并驾齐驱 最后两个人 拼了一个同归于尽 红七公曾听郭靖 黄荣背诵真金中的 一小部分 用以疗伤 与自己原来武功 一家印证 也大有进击 毕竟正胜于腻 虽有所不知 却也不疏于吸毒 两人数十年前武功 难分宣治 此后各有际遇 今日第三度在华山相逢 一拼功力 尽人不分上下 由于欧阳峰花了三天 才能进破打狗棒法 加上杨过的那段话 一些人认为 红七公更胜一筹 其实不然 因为破不了 不等于会输 只是无法赢而已 在第二次 华山论剑的时候 红七公便已对欧阳峰 使用了打狗棒法 欧阳峰与他对敌数次 从未见他使过打狗棒法 当日在大海火船中 性命相搏 情势紧迫 红七公却也一直未用 欧阳峰曾见 黄荣使这棒法时 招数惊奇 早就不敢小事了 这时见红七公 非同小可 此时两人各出权力 再无半点留情 结果又是如何 在没有黄荣捣乱的情况下 两人翻翻滚滚地 斗了两百余招 不分胜败 因此欧阳峰 虽然破不了打狗棒法 红七公又何尝破得了 欧阳峰的零蛇杖 一来一去 还是平手 此时红七公 不但没有赢欧阳峰 反倒是让郭靖黄荣 担心他有闪失 郭靖和黄荣不禁担心 踏上树步 若是红七公有甚插持 郭靖和欧阳峰此时的实力不分伯仲 那么为何说 依登黄荣师 要比欧阳峰红七公弱呢 依登主要是被囚签刃拖了后腿 旁白说 依登全力周旋 或可胜过囚签刃一朝半事 囚签刃出家后 为了克制心魔 囚签刃已经荒废武功 不退步就不错了 结果依登要胜个囚签刃 居然还用个祸 也就是能不能赢都不一定 原文描述道 他的铁掌功夫和依登大师的 欧阳指各善盛场 当年本在武林齐民 依登的佛学修为 做他师父而有余 说到武功 要使出欧阳指全力周旋 或可胜的一朝半事 掌上功夫却有所不及 这般只挨打而不还手 时候烧酒 纵不送命也必重伤 至于黄药师 在襄阳大战之时 黄药师评价过杨过的武功 是不在当年欧阳峰之下 襄阳祝寿剧情后 黄药师用弹指神通 和杨过的暗人销魂掌 逗了一个平手 而黄药师最后一次见欧阳峰 是在第二次华山论剑 可能黄药师自认 自己只是二流欧阳峰水平吧 倘若杨过在此 此人武功不在当年欧阳峰之下 此刻却到哪里找他去 因此 这个阶段四绝的排名应该是 欧阳峰等于 红七公大于黄药师 等于伊登 综合来看 四绝的武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各领风骚居多 而且整体来看 虽然黄药师的武功很高 但他并不是真正的要追求天下第一 所以他的武功和项武之心 也并没有像欧阳峰等人强烈 更多的是随性和淡然 而红七公则不同 他不追求很高的武功 只是踏踏实实的在提升着自己 超越过去的自己 伊登大师对武功刚开始很追逐 但是在学习先天功之后 反而变得更加淡然 尤其是禅为入佛之后 他对武功更是没有那么高的追求了 反而是欧阳峰追求天下第一 追求极致的巅峰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却也落了个疯疯癫癫的下场 不知道老四诀中 大家最喜欢谁呢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